不知菩提大道直固,行於險境,多留難固 大家明白嗎? 貪酌仁天誠,是否行於險境? 多留難,喜歡那個又不喜歡那個,多留難 追逐外道的,是否多留難? 又落輪轉的船,又失人生,萬劫不復,是否多留難? 就算你說我要生異城邊見,星文,圓國,你也是取了列盤,是否又多留難? 不知道原來,知幻即離,離幻即國,知幻即離,離幻即國就是這麼簡單 不知道菩提大道直固,行於險境,多留難的緣故 世尊是經典者不可思議 世尊,世間最尊貴的大道師,釋迦牟尼佛 這部經典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 是一般人不能在他思維 議論上講到這部經典的 微妙的功德影響力 唯願世尊 希望如來你呀 廣衛大眾 慈哀呼掩 事經甚深不思議事 希望如來你能夠 廣即是說,長盡地 不是簡 是廣說 長盡地豐富地為大眾 悲憫他們 慈哀 為他們 呼即是開 開呼 開演 演繹 這一部經的 甚深不思議事 什麼叫做甚深不思議事呢 前面已經說了甚深不思議的法 事是什麼 是聽到這個法 而產生的轉變的現象 就叫做不思議事 如來呀 請你慈悲 為在會眾生 說一說 這個不可思議的法 經典 能夠產生什麼的效果 效應 為什麼要這樣問呢 大家 可不可以理解得到 因為 很想 在會的 四眾弟子呀 菩薩呀 星文呀 乃至國王呀 天龍八步呀 聽完之後 懂得恩重 因為菩薩不用說 他已經在恩重 法皇子菩薩摩薩就是他來的 他怎會不恩重呢 最寶貴的東西 告訴你 但是凡夫懂得恩重 怕水過鴨背 會 會不會呀 我聽過呀 這部經驗 挺好的呀 這樣就算了 是不是呀 我聽過了嘛 你明白嗎 我明白呀 我聽的時候很明白呀 是說什麼呀 我又說不出來呀 是不是 很多時候會這樣 那是不是失大利落 為什麼不去考慮一下 想一下 將這樣的法 代入這個色填 代入這個悟運 代入這個色受想行色 在這個思維裏 眼睛看到的東西 耳聽到的東西 整天在做的煩惱事呀 開心事呀 不開心事呀 去磨 這個法 跟我們的知覺磨進去 怎樣空法呢 體驗 真是體驗 是呀 我昨天很生氣呀 現在沒有了 我前天很開心呀 現在又不是呀 現在我這樣的煩惱 明天想 是一個夢來的 是呀 有真正的感受 當你一感受了之後 你就會放得下 但是當你沒有這個感受呢 你是拿到實的 所以 大莊艷菩薩 故意這樣問 因為 他問就問得快呀 如來答就答得簡呀 答答答答就說了 聽完的人很開心 證到禪定亞 證到很多陀羅尼果 好了 接著 那日後怎樣呢 接著 大莊艷菩薩 知道有些人 心呢 漏 即是穿了個洞 你倒東西下去 他裝不到 這句說話 就是一個塞 塞住個洞 我用這樣舉例 你就會知道 為何大莊艷菩薩 會再問如來 廣說 廣衛大眾 慈哀夫演示經 甚深不思議事 是令到那些人 你不要 你不要拿著東西 就甩掉了 就可以了 你聽過就算了 不要呀 你真的要停在身體裏面 真的要停在色填裏面 完全好像食藥那樣 那些藥性和病 全部產生效應之後 你就成就了 這樣解 誓尊 是經典者從何所來 去何所致 住何所住 故意 用三個 來去的現象 來到 啟發 再會的弟子 聽到如來 開示之後 他怎樣去珍惜這個法 這個法表來的 這個無量異經的法門 到底他來自哪個地方 何處來 是經典者 即是無量異經 是經典者 是經典者 請問 是從哪裏來的 請問 他去哪裏 他住在哪裏的 這個法 住在哪裏呢 如果說 這個法 因果法 就住在仁天 四聖帝 解決 住在星文 十波羅蜜 住在菩薩 到底這個法 住在哪裏呢 大家知道 這個法到底從哪裏來的 他去哪裏 適合哪裏人學 那裏 大家明白的吧 當然 我的特點 就是把很複雜 很難解的文字 變成大家通俗以明的說話 因為其實他真的是說話來的 不過把逆種文字 就有了格莫 乃有如是無量公德 不施以力 他到底哪裏 去哪裏 住在哪裏 住在哪裏當中 住在哪裏 那裏 為何這個無量二經 有格不可施以 有这些無量公德不施以的大力呢 令能夠令一切眾生 一聽一受用 就擲聖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為何呢 原來 你可不可以為我們講解 這個法在哪裏 去哪裏 住在哪裏呢 為何這個法能夠有 不可施以力 能夠令到所有 依這個法修行的人 都能夠很快成就 如來無上正等正覺呢 你說這個大莊賢菩薩 善不善巧 我們有得聽這個法 也要多謝他 他不問我們 我們沒得聽的 如來又不會講 說完就算了 你一認 一問 如來 當然開心 開心得不得了 以時世尊告大莊嚴 菩薩摩科薩言 就對著這個大莊嚴菩薩這樣說 善哉善哉 好啊 好 你真是好 好慈悲 好適問 好適得為在會眾生的利益 顧 善男子 如是 如是 你真是 如法修行的佛弟子呀 真是 真是 好似你說 如語所說 好似你剛才所說 善男子呀 我説是經 甚深甚深 真實甚深 所以 且何 令終 摘成無相菩提 一聞能辭 一切法故 於諸眾生 大利益故 行大直到 無留難故 先 確認 當 剛剛大莊嚴菩薩說的 讚無量異經 這些形容詞 首先 如來甘口 在當中 證明 大莊嚴菩薩 所說 絕對對 如是如是 真是 如語所說 仙男子 我 都是這樣說 我説是經 我都跟你的意見一樣 證明你說得對 這本經 甚深甚深 真是甚深 為什麼呢 因為這部經能夠 令到 所有眾生 修行的人 疾成無相菩提 能夠一聽一個法 能夠持一切法 什麼法他都學得到 沒有東西難得到他 於諸眾生 能夠廣道一切眾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見種種色 波野自照 能夠 苛丹如來 摩納多羅三秒三無敵 行佛的權行 作佛事 能夠一切世間 代表如來說法 可以了 為甚麼呢 為甚麼呢 因為他 這個法能令到他 直入如來的法狀 行大直道 永無留難 沒有東西可以留住他 攔住他 擋不到他 善男子 善男子 語問時經 從何所來 去知何知 去何所知 住何所住 當善帝庭 好了 你問我 你問我 這部經 到底從哪裏來 將會去到哪裏 而住在哪一類的修行人 或是哪一類的心態的眾生 居住呢 我現在就告訴你 當善 你應該要正確 認真 小心 聆聽 當如來一說時 當善 遞聽 你猜在會的人 會不會不小心聽 佛都叫大莊賢菩薩聽 我們都聽 到底從哪裏來的呢 去哪裏呢 甚麼人學的呢 住在哪裏人的心裏呢 個個都聽 先男子 真正佛子 大莊賢菩薩 事經 本從 諸佛 室宅中來 這部經 是如來的法狀本體 那裏來的 在如來的屋裏來的 如來的屋裏在哪裏 金剛經所說 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 顧名如來 虛空在哪裏來的 沒有呀 這是如來的身體 虛空 無染一切環境的知覺性 就是 涅槃自性 就是如來的本不生 本不滅 的知覺 亦是一切眾生 本有的清淨各地 原國經一開經就說這句 一切眾生 的清淨各地 就是一時婆騎婆入於神通大光明壯 三昧正壽 直滅 他的精神智慧 安住這種直滅正定 是我和你和一切眾生 本來的精神知覺是這樣 但是眾生迷 所以就永處生死 諸佛常覺 所以永處覺 永成佛道 就是這樣 這部經紀表 就是在宇宙間 直言不動的法體 諸佛的慈悲失窄 那裏來的 如果諸佛沒有慈悲 會不會有這個法 是沒有的 沒有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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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來呢 有個如來 有個菩薩 在你面前說法 不會的 亦沒有如來 亦沒有大莊嚴菩薩 亦沒有一切菩薩 對不對 可能有很多生死人 有很多愛道 但是 如來的特點就是 永遠大智 但是永遠大悲 這樣才成如來 所以 由慈悲的如來 的家 失窄中來 去自哪裏 去自一切眾生 法 菩提心 這裏包含兩個含意 去到令到一切眾生 一聽這個法 就會顯法 我都想顯現這種智慧 譬如我舉個例 我什麼佛經都沒聽過 我一聽就聽到這個法 是啊 我的知覺 我染了下去就計較了 我知覺不染的樣子是怎樣 我都想看看我知覺不染的樣子是怎樣的 啟發 如來是不染的 我將來要像這個如來一樣達到無染 那這個法 去到我這個心裏 令到我啟發了菩提心 又可以 或者我已經是發 菩提心了 如來 我要成佛 你教我吧 如來就會 在這個人的生死道路 到一個最適合的時間 這個法就去到他了 如來要為一切發大誠心的人 這個法就會 去到他那裏 為甚麼 如來植滅 互念眾生故 會令眾生得 民事經事法 去到一切發菩提心的眾生 或者去到一切眾生的心 令到他發菩提心 都可以 兩種解法都可以 去到一個已經發菩提心的眾生 但是一定是發菩提心的 但是去到眾生 令到他發菩提心都可以 這個人一聽這個法 請問他會不會發人天福報的心 不會了 不會了 未聽過就會了 執境當真 一聽都假 還發甚麼呢 他會不會發 去到法小誠心 都不會了 為甚麼呢 小誠的果都假的 他怎會要呢 所以這個法能夠一令 就令到他發菩提心 為甚麼 菩提大道 直固 所以 這個法從宇宙的虛空本體 流露 相應一切眾生的心 你一聽到這個法 就令你發菩提心 OK 住諸菩薩所住之處 菩薩 菩薩住在哪 這個值得去想 我們凡夫 是否住在生死 心住生死 以成人 住在解脫法 到最後 住到 沒有住 連法都沒有 我都沒有 沒有住 那可不可以行這個 無量義法 行到 原來菩薩 菩薩是在沒有住 但是為道眾生 悲憫眾生 悲憫眾生 長劫 長劫 輪迴 常迷不覺 永處生死 要叫醒他們 令到他們 顯法無量義 顯法如來的知覺性 所以菩薩的特點就是 他覺悟了 但是住於哪裡 住於慈悲喜捨法 但是住於波野法 他住於兩種法 夾起來 一定是 永遠大悲 永遠大智 永遠覺悟 永遠度眾生 所以 在 地藏菩薩來說 地獄不空 世不成佛 眾生度盡 方正菩提 這些 行這個無量義法 對他來說 那你永遠仍有眾生 好啊 那就永遠生死 我永遠度他 為什麼 假的 知還即離 離還即國 宇宙直言 哪裏有那麼多生死 哪裏有那麼多修行 哪裏有那麼多成佛的現象呢 他早已知了 他在這個宇宙的虛空直滅的法體 在過去現億萬身形 道這群眾生成佛 這群眾生入滅 又道這群眾生成佛 又和這群眾生入滅 虛空戒盡 眾生戒盡 眾生業盡 眾生煩惱盡 我此大怨無有窮盡 念念相逐 無有間斷 身與意厭 無有疲厭 現在明白為什麼 叫做入不思以解脫法門 是不是無量義呢 這種就是 甚深的大乘微妙法 所謂妙法年花 就是這種妙法 他說 去到一切諸菩薩所住之處 菩薩所住 我們看回《金剛經》 應雲何住 雲何其心 是不是菩薩應雲何住 雲何其心 是不是法安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就是菩薩 他應該怎樣住 住在哪裡 我當滅道一切眾生 是不是住在這裡 但是如是滅道一切眾生 實無眾生得滅道者 是不是 就是這個法 是不是即是等完這個法 就是無量義法 所以 住在一切菩薩 住的法當中 這個就是菩薩 但應如所教住 是不是 一模一樣 你不是這樣解都不行 他就是這樣解 所以來一切相 行一切算法 若見諸相非相 則見如來 是不是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將未來心不可得 一切有違法 修行 修行 成佛入滅 如夢 如幻 如炮 如影 應作如時官 如露如電 一會兒就沒有 一會兒就沒有 不停地出 但是虛空沒有動 虛空是一個形光幕 過去有生死 菩薩化完 過去有無數的佛國土 現在 將來 不斷地道 一出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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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個五韻是真的 個個都有五韻 照見五韻皆空 但不是沒有五韻 是空的意思 你記住 所有有五韻 我問你 大莊嚴 菩薩問佛 大莊嚴菩薩 是不是用五韻去問的 識受上行識 佛是不是用五韻去回答他 是的 有沒有五韻 有的 但是 會不會撿這個五韻是真的 不會 不會就是照見五韻皆空 就是般若子 全部通了 所以 我一講無量二經 將全部的大乘法 全部共野一路 為何明一法 通一切法 就是這個意思 通了 OK 去子一切發菩提心 一切眾生發菩提心 住諸菩薩所住之處 大家明白了 善男子 是經如是來 如是去 如是住 是故 此經能有如是無量功德 不思以力 所以這個緣故 這部經能有如是 如是 這般地 如是 剛才所說 能令 令一切修行眾生 窒得 阿納多羅三秒三菩提 不可施以無量功德力 令終窒成無相菩提 令所有眾生 很快成佛 有無人學無量意不成佛的 沒有 但有沒有開始 有開始 有沒有完結 沒有完結 有開始沒有完結 因為他無量意 但事實上 但事實上 有沒有開設 和完結 這種實質不變的 景象 原來都是一個過程 度生的顯現的現象 一個菩薩安住金剛般若 已經不嫌 但為行順眾生 能夠演繹無量的義理 之前大莊宴菩薩 是否說 懇請如來廣説 這個不可施以力 如來答問題很清楚 先回答你 你問那三件事 在哪裏 去哪裏 住在哪裏 是吧 回答你 在如來到來 去到一切眾生 發菩提心 跟著 住於菩薩所住之處 答了 是不是很清楚 跟著 如來 認回 剛才大莊宴菩薩 問的 為眾生 廣説 這部經 事經不可施以的事 事 現象 現在 佛就說了 善男子 大莊宴菩薩 與靈 欲聞 事經 伏有十 不施以 功德力 否 你 靈 欲 文 請問你 想不想 聽下 這部經 另外還有 十種 不可施以的 功德力 呢 那麽意思 因為你想 我 詳細去講 這個 不施以事 我就準備 為在會的眾生 講 十種 不施以 功德力 不知道 你想不想聽呢 那麽意思 大莊宴菩薩 願拗欲聞 哎呀 好呀 我們就是很想聽呀 細尊 你為我們說吧 好了 以下下來 看下這十個分段 十個段落 是講 由如來 相應大莊賢菩薩問的 廣說 這部經 有其他的 不施以事 事即是事相 現象 不是 不是 答他在哪裏 去哪裏 住在哪裏 不是講那個 那麽簡單 是很清楚 很具體 即是說我聽下這部經 金剛經 我有十種的功德 聽下 聽下 或者我發個心去 試做下 那你猜有什麽現象呢 他經常都說 嘩 不施以不施以 好似我先講的一件事 金剛經 金剛經 若人以 無量百千萬億世界的堆滿七寶布施 同一個人明白金剛經的義理 給是否沒得給 百千萬億分之一 都沒得給 這是不是金剛經的義理 一樣 無量義 同樣是百千萬億 都給不到 為什麽給不到呢 在金剛經沒有講 為什麽給不到 他說我若據說 如果如來 說清楚 眾生就會 胡疑 又不信 是嗎 因為這部經 出生三世諸佛 這些法是出生三世諸佛 直 大道直戶 沒有留難 沒有東西可以擋 一刀切豆腐 就到底了 好了 現在 在這部經的十功德品 可以說 是把金剛經 為什麽給不到 那個過程 都告訴你 你一聽就知道 為什麽 好了 忽然 善男子 第一 誓經能令菩薩未發心者 發菩提心 無人慈者 喜於慈心 好煞禄者 喜大悲心 生疾道者 喜隨喜心 有愛著者 喜能捨心 諸慳貪者 喜暴思心 多傾慢者 喜慈戒心 親衛聖者 喜忍欲心 生蟹怠者 喜精進心 諸散亂者 喜禪定心 多愚痴者 喜智慧心 未能道彼者 喜道彼心 行十惡者 喜十善心 咬有為者 志無為心 有退心者 作不退心 為有漏者 起無漏心 為有漏者 起無漏心 多煩惱者 起除滅心 善男子 誓名 誓經第一功德 不思以力 即是 如果大家 你可以記得這段 有兩個字 轉心 是否 這部經 能轉一切 眾生心 除非不知道 不知道 所到實的心 一知 那些心不見了 哪些心不見了 轉了 逐樣解給大家聽 這部經 能夠令到菩薩 未發心者 發菩提心 未發心 因為我仍然 執境當真 我不知如來是甚麼 是吧 我想學佛 學佛 慈悲喜捨 是否真是執眾生 我又慈 我又悲 我又喜 我又捨 是用力去做的 有個我去做的 是真 我不能夠 做到 成語內 我有排都做不到 是吧 你會不會覺得 有排都做不到 是吧 我不敢發菩提心 敢不敢發 為甚麼 執境當真 執境當真 有排都做不到 極樂國土也不一定去到 是吧 我修五戒十善都很難 你是不是當了真 你是不是會計較 你一枝假 原來 虛空就是了 我每天都對著他 我都沒有離開他 過去生死又在虛空 現在生死又在虛空 將來生死都在虛空 我一明白的話 學無量意的話 我立即就說 我要成佛 這種知覺我快點要顯現 是不是我本來沒有這個心 我一聽完這個法 我知道 你還會不會為生死去煩惱 你還會不會掛外 我要修行出世間法 我要做小誠 我要去阿羅漢 我要解脫生死 你也免得想這些假的 所以在妙法連花經 這個叫做化成慾 假的 沒有聲文性 沒有原覺性 這個是權考事 開權而顯實 妙法連花經 就是實體 就是實法 只有這個法 出生三世諸佛 聲文原覺 不能出生三世諸佛 因為你衛生死 求解脫 佛要圓滿你的願 所以化一個成保 暫得安穩 但你不要以為這樣就可以 你住在當中 你就招牙敗種 你又 又碰到 你一段時間都顯現到娛樂的智慧 娛樂的智慧 一定恆大悲 一定是我要成佛 我要令一切眾生成佛 事明發 菩提心 我以前不敢 因為我執境當真 我現在敢 為甚麼 是假的 好像我們演戲一樣 原來今天你叫甚麼名字 你叫甚麼名字 是角色 下世又做別的角色 劇本是誰寫的 劇本是我今生寫的 我現在寫的劇本 下生就是這樣做 我是導演 我是編劇 我想我將來怎樣 菩薩在當中做導演 好 我將來要導這群人 我發現將來要導他們 那我就在導導演 我看見這群人 於是會編過劇本 接著我將來要收到佛國 要將他們全部導在佛國 令他們全部成佛 但我會不會當這個戲是真 不會 留意一下 菩薩不可思議的神通力 現在講的是菩薩的法門 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所有菩薩都在學這個 沒有一個菩薩不是在學 所以你這個法是多大 大到不得了 所以 一知是假 能令一切眾生 發大菩提心 我一定要成佛 我一定要盜盡眾生 為甚麼 我看到真相 我不會再被假象 去嚇我 無掛外固 無有恐怖 遠離顛倒夢想 還染你 我染了很多世 我今天聽這個無量義 我已經不染 不染了 我要利用這個餘患的身軀 還有的時間 大把玩的 既然是無盡的 虛恐無盡 我事願無盡 說明無量義 好 那我就要玩靚它 生生世世 發弘誓願 盜眾生 做不到的事 我就去做 原來他一發願就做到 你一發願就做到 我怕甚麼 菩薩會不會怕 為甚麼不怕 他知道實行 有沒有眾生 觀世音盜不到 有沒有眾生地藏菩薩盜不到 沒有 是否實盜到 為甚麼 我直至盜到你成佛為止 如果不行 我的怨永無窮盡 直至盜到你為止 實盜到 所以他佛法無邊 但是他會不會厭 不厭 記住 因為我聞這個法 聽到這個法的實意 於是 我能夠令一切 想法菩提心的菩薩 仲不敢法菩提心 他現在敢了 發大菩提心 無流難顧 一知一切假 無謂一切假 取得之間 不想走 何時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